文名的专业 《专业的名字》 《专业》 人们叫他金大侠 是因为他有着这种 狭干义的精神 他就是我们中国的赛事人 某种意义上是 小说养了抱着 为她说的大闹一场 是大剧一场 而国外名小子大子 她很相信这八个字 各位好 欢迎收看 《富汗大师年》 飞雪连天射白鹿 孝书神侠已必冤 提到这幅对联 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一个人名 是的 他就是金庸 作为华语文学界 最富盛名的小说家之一 金庸用这幅对联 串起的武侠小说 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时代 金庸生前曾经说过 希望自己能打闹一场 悄然离去 在这句意味深长的愿望里 包含着大侠一生 怎样的侠胆柔情 和悲欢臣服 他能悄然离开 他所创造的江湖吗 在金庸逝世一周年之际 让我们一起去探求 金庸那个璀璨的时机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里 珍藏着一封金庸的亲笔信 这一盒书信呢 是梁宇生先生2006年 在悉尼捐赠给我们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 打开这封信可以看到 上面首先写的文筒老友 这是亲笔签名 这封写于1995年10月15日的信 主体都是打印而成 开篇的文筒老友 和结尾处的帝梁庸 则由金庸亲笔书写 金庸写道 心脏肌肉虽然坏死了16% 心中的温暖 却增加了160% 不久前的一场大病 以及受到众多老友 殷切关怀的感动 都在信中 被金庸细细描述给了老友 文筒听 七十年前 当扎梁庸与陈文筒 结识于香港大公报的办公室时 他们还不知道 彼此将结为终生挚友 也不知道他们即将变身为 金庸与梁宇生 金庸先生 他是48年底 从上海调到了香港大公报 然后他后来是去了 香港大公报 有个叫新晚报的大公园复刊 当时他有同事叫陈文筒 他们俩的领导叫罗浮先生 54年在香港 有个门派的内台赛 白鹤派的掌门人陈克夫 然后向太极派的吴公仪下了战书 但是在香港我们都知道 香港是法治社会 他不允许摆了一台比武 所以后来就把这个擂台 设在了一水之隔的澳门 澳门 当时据说吸引了大概有一万多个人 跑到澳门去观看这场比武 虽然最终太极派只用了一个回合 就把白鹤派打下了擂台 新晚报的总编辑罗浮 却从官类盛况中 秀出了港人对武林遗风的热爱 于是罗浮立刻找来了陈文筒 想让他写武侠小说 来增加新晚报的发行量 陈总说我也 我就喜欢看一看 我不会写 我又没写过 那个罗浮先生就强迫他 这不行 这是任务 你必须写 大概是三天之后 陈文筒就拿出了自己的 龙虎斗金华的第一章 然后从此一怕而想 一年之后 忙于写武侠小说的陈文筒 已经应接不暇 罗浮又找来扎梁庸 同样是在他的逼迫下 1955年 书建恩仇录 开始在新晚报上连载 作者署名金庸 庸字 因为一拆 这是金庸两个字 所以说 正是在罗浮先生的逼迫下 陈文筒变成了梁宇生 张良庸变成了金庸 而他俩联手 开创了中国的一个新派武侠小说 其实 武侠小说的传统 在中国由来已久 明代水浒传 已被誉为中国武侠小说的萌芽 但是自1949年开始 中国大陆的武侠小说创作 进入了停滞期 而香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报纸媒体相对充分和自由的发展状态 以及将连载小说 作为报纸营销重要手段的市场氛围 都为武侠小说 在香港的继续发育 提供了蜂窝的土壤 所以你看新庸的小说 他的情节推进得非常的快 他不会很拖沓 金庸写武侠的那些年 虽然香港是动荡的 但金庸的内心有一个坦途 就在于我每天听着别人的期待 我下面想着 也可能我会改主意 我会开恩 让他们俩预见 或者他对他好一点 所以连载这本身也是个特别有趣的 金庸的博学敏思 在连载小说这种形式的高强度驱动下 开始迸发出罕见的异彩 次年金庸在香港商报 全年连载小说《避雪剑》 每天一更全年不息 紧接着1957年至1959年连载的 《射雕英雄传》 更是一举将金庸推上了 武侠小说的巨匠地位 金庸热开始在世界华语圈 迅速蔓延开来 那是五六十年代 然后六七十年代呢 在台湾 在韩国 也都出现 金庸热不是一个 香港小范围里面的事情 中国真正出现金庸热 九十年代以后 就是真的有一批书商 跑得去偷偷地到香港去 买了一些金庸热作品 就在自己的摊子上面 租给中国的学生 一看到《射雕英雄传》以后 觉得哇 还有这么好看的小说 这个一看看到我整个昏天黑地 这个有句话叫 通宵打蛋都金庸热 特别的惊奇 觉得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 离奇的这么好看的小说 看完以后 当时心里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想这么一部小说 肯定是非常好的一部小说 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学史里面 所有的文学史都没讲到 我们的老师也没有讲到 这个金庸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金庸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坛里 这样的疑问是具有代表性的 因为金庸的小说 给当时的学术界提出了挑战 作为中国大陆较早研究金庸的学者 严家严教授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第一次读到金庸的小说时 就感受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全新体验 金庸小说是有激情 但是有深度 它跟平常不小生 他们写的那种江湖旗下传 跟中国过去的武侠小说不一样 那种武侠小说 我觉得是太简单化了 就是口涂一道白光 杀人一切百里之外 就是这么一些东西 这个不讲情理的 好像都是一些出奇的情节而已 这个是严家严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 就在金庸先生 北大授予金庸先生 那个名誉教授的那个仪式上 说过一句话 就金庸小说 是对通俗文学改造的 这样一个全能冠军 从美国回国后 严家严家严开始撰写 关于金庸小说的评论 1994年 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 有人说 这是北大自贬身份而魅俗 1995年 严家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 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程 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评论界质疑 武侠小说 怎能登大雅之汤 在今天的文学界 已经不会再有学者 对亚俗做简单的二元论评价了 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当大众文化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 评判一个作品的雅还是俗 高还是低 却仍然是个热门话题 而金庸小说的出现 使得这种判断失去了依据 是的金庸笔下也有盖世武功 但仿佛已不是简单的快意恩仇 金庸笔下也有游侠奇幻 但也仿佛不再是一己逍遥 金庸笔下也有险恶江湖 但是他更在意的 似乎是人心的道场 金庸的侠义世界 究竟跟以往和其他人 有什么不同呢 金庸曾经在多个场合强调 他不是武侠小说家 他是小说家 的确传统意义的武侠小说的类型苛旧 是无法承载金庸小说的全部内涵的 但是究其根本 金庸还是承认 侠义仍然是他创作的初心 而在与金庸熟识的朋友眼中 金庸的这份初心与他本人的性格也是一脉相承的 他的侠是真的侠 是动了自己的真情 动了自己的感情的那个侠 这是侠义的行为 人们都叫他金大侠 他根本就不会武功 但人们叫他金大侠 是因为他有着这种侠肝义胆的这种精神 对不对 他在对人对事 他都有着他的这种精神在里面 然而还是会有很多人提出疑问 金大侠再有侠胆柔情 不会武功的他 是怎么写出那些引人入胜的武功招式的 说实话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没有特别耐心地想着 你在我对面 我怎么绕着你背后使出这一招 顾不上就直接看结果 就是你想少年人读书是极端粗糙的 就像是现在我们看一个电影或者视频 你拖着进度条的感觉 所以说当时觉得招数很炫 但不去细想 后来慢慢想着 他是把很多文学文化中的东西变成了武功 就是写陈家洛这个武功 那么这个武功是有点创新的 怎么创新呢 叫百花错拳 错杂错开的意思 你施掌了半招以后 人家以为你是老的这个武功来了 然后他下面一招是另外一个套路来的 接在一起 到射雕英雄状 就开始建立自己的武功系统 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创新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创新了 那么他这个创新什么创新呢 其实就是以内欲外 以内功来统领外功 除了在武功上的创新以外 金庸对旧式武侠小说的改造最卓越的部分 还是在他所提倡的初心 侠义精神上 就是说我们这个侠义精神 光有武对吧 没有这个侠义精神 这个也不好看 对吧 要武侠武侠 其实侠是最重要的 1959年 金庸借郭靖之口 说出的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诚然将中国的新武侠小说 提升到了另一个境界 金庸之所以能够超越古龙梁宇生 文人黄义 等等一众武侠说家 成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叫武侠小说界的真命天子 泰山北斗士的人物 因为他提出了八个字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新武侠和旧武侠之间的 最大的区别 其实就在于说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这个上 这个区别 这个区分 在过去来说 你说这种叫七下五一也好 三下五一也好 小八一也好 基本上都是围绕朝廷 围绕朝廷 包括施工案 包工案 什么这种 都有这种狭义知识在这里面 对吧 但是金庸先生不是这样 你们先上车 那你呢 你呢 我先上车 郭靖就说 我以我的功劳 来换取这个城的百姓的那种姓名 我觉得这个金庸先生就把一个武侠人物的那种 脱离小我 变成一种大我 更多关注的这个世人的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新武侠带给我们最大的那种震撼 除了从小我到大我的提升 金庸还总是在民族冲突及文化隔阂中去探讨霞之大意 我们的游侠 不是为长官 也不是为皇上 也不是为某一个 我们所说的 那个什么 看得见摸得着的那种 上级 而是 横梗在 我们所说的 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 而这种很难跨越的横空沟 造成了我们所说武侠小说的巨大的张力 所以 我们就是说 在国家层面 在 善恶层面之外 更多的是 我说民族的矛盾 而这是金庸小说和此前的武侠小说很大不一样 有人说 读金庸的小说 就好像在看一部中国历史的通事 也难怪有一次在北大演讲 学生们挤了一礼堂 想听金庸谈武侠小说 他说 我来谈中国历史 金庸对待武侠小说的历史背景 他是当做学问在做 而 以前 他是当做 当做一种游戏 当做一种传说 就是我们所说的 现在叫细说 而金庸呢 他则是 把它当做学问在做 你看在书建恩仇录 还有在 笔学剑 以及在录定记后面 都附了大段的历史考证 尤其是 笔学剑 后面所附的原从幻评传 在历史学姐的评价 也相当之高 武侠小说我们讲 其实完全是个虚构的江湖 但金庸先生 他把这个真实存在的历史和社会 这样一个维度 也引入了 他的这个小说创作当中 从而想象了世界和真实的世界 形成一个内在的这样一个张力 或者是一个背景 或者是一个倒影 随着《射雕英雄传》取得的巨大成功 1959年 金庸决心开创另一片新的天地 他对武侠小说的创作 和他对侠义精神的诠释 也将随之发生微妙变化 1945年抗战胜利后 金庸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 法律学系 插班休息国际法课程 同年秋天 金庸考入了上海大公报 任国际电讯翻译 并于1948年 被派往大公报香港分社 据说 这并不是一份美差 当时的香港 远不如上海繁华热闹 然而正是在香港 这个特别的地方 金庸开创了武侠小说的 全新时代 也创造了自己的多面人生 并以自己大闹一场的精彩一生 为他的武侠小说 注入了更多维的视角与思考 香港 因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到处都可见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在战乱年代 香港又成为众多华人游子聚集的一乡 金庸小说里凝结的中国文化的精华 及浓稠的家国情怀 为一乡华人提供了一片可以共同仰望的天空 而金庸对西方文化和戏剧的精通 又为他的小说编织进了别样的精卫 金庸先生他最早的是念外文系了 他一直是念外文系的 然后外文系毕业 他从40年代1946年 开始实际上在报纸做电讯翻译的 所以他的外文水平 决定了他对外文的著作 以及对外国文学的这样一种阅读 他可以两条路径 一条是读翻译的书 一条是读原文 他读得比别人更多更广 而且形成一种综合的这样一个精神结构 就变成金庸的一个精神结构 包括价值观念 包括小说的这样一个设计的模型 包括他小说当中所透露出来的一些情怀 都有西方的文学的影响 写《射雕英雄传》时 金庸已经离开了新晚报 在长城电影公司做编剧和导演了 这段时期 他阅读了大量的西洋戏剧和戏剧理论 所以不知不觉间 将戏剧体融入了小说的情节创作中 然而金庸很快意识到 他并不是为电影而生的 他还有其他的使命 1959年 金庸离开长城电影公司 找到了老朋友沈宝新 他要创办一份自己的报纸 香港因为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就是大陆的左派和台湾的这样一个国民党的那个势力 支配着香港的主要的媒体 金庸先生在1959年 他脱离长城公司和派系冲突 然后创立一个独立的这样一个民报的时候 他也获得了一个精神上的一个自由 这个自由是他成为一个真正好的武侠小说家 也或者成为一个好的一个新闻评论家 成为一个好的社会观察家的一个前提条件 创办了民报之后 金庸就开始了他白天写社论 晚上写武侠小说的双面一声 他在写社品的时候 用的是扎亮庸的名字 而且小说才用到金庸的名字 当年他的小说 他是被称为武林盟主 香港武林盟主 而他的社品也成为当时的一个品牌 被称为香江第一见鼻 白天的政治感怀 很容易渗入到晚上的历史想象里面去 所以读小说很容易读出他的当下的那个历史 背后的我们说现实的关怀 这种在创立民报后获得的精神上的自由 以及从白天的现实关怀中汲取的养分 开始被金庸注入到他笔下的大侠身上 什么是侠义 金庸开始慢慢地自我解构 自我重建 金庸创立民报后 连载的第一篇武侠小说 就是《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它实际上有金庸的自传的这样一个色彩 在精神上是他的这种自传 就是他是自情自信实现自我 不像那个郭敬 《神雕侠侣》的郭敬是为国为民牺牲自我 从牺牲自我到实现自我 这个是一个从传统的价值观 向现代价值观转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到了1963年的《连成诀》 及随后的《天龙八部》中 金庸继续往人世和人性的深处去挖掘何以为想 《连成诀》这部小说 它那个主人公就没有 行侠仗义江湖的这样一个理想 他天生就是一个好人 然后也只做一个好人 然后他好人不断地蒙冤受驱 然后来观测和经历人间的这样种种的苦难 和种种的这样冤屈 侠从儒家精神的侠 到道家精神的侠 到佛家精神的侠 一直到侠的那个灵度 然后甚至他再深入一部 就写出《天龙八部》那样的 《天龙八部》那个侠和非侠的世界 甚至转移到人和非人的这样一个话题 到了最后一部小说《鹿顶记》的时候 金庸甚至开始幽默武侠 嘲讽武侠 开武侠的玩笑了 他对武侠世界 整个的武侠小说世界 就进行了一个反思或者是一个调侃 在调侃和反思的过程当中 他呈现出来是文化的一个真相 所以武侠对他已经不是第一位的 文化才是第一位的 所以他写出了《鹿顶记》以后 他就不再写武侠小说 1972年 金庸在完成鹿顶记后宣布封闭 几乎令所有的金庸迷都为之惋惜 然而 这就是金庸 他宁愿大闹一场后悄然离去 他用十七年的时间 为我们创造了一个人人皆可成侠的世界 在这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最喜欢的大侠 每个人都可以有对侠义的不同理解 像肖峰我就开玩笑说 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而是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 这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 比我们传统讲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要这样更高一个层次 那么我们说令狐冲在这一点上 他的这种忠诚 其实放到更大的 更宽泛的一个人生范围里看 那也就是说 对他的人格形成了一种影响 那就是能够始终如已 始至如已 如果用一个现代的话 死毛的话来说 那就叫令狐冲 是一个有信仰的 反正我们能说起来的 这些大大小小的 每个人身上都有共同的东西 或者甚至都带有 金银先生特征论的这种侠义英雄 但是他们每个人 之所以让独着喜欢 就是不重复的 所以喜欢读金银小说的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 它的多样性 它的丰富性和统一性的完美结合 所以就是你说侠的时候 不是一个人多牛 多厉害的时候 而是这一群人互相感染 去说一件事情的时候 而且让你那时候发现 武功特别高有 跟武功没什么的人 他们是并肩走 这就是侠的概念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之小者行侠仗义 大浪淘金 侠义不死 如今金大侠已经离去 但他的江湖和侠义永存 凡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金庸 在塑造了将近 一千五百个武侠人物之后 不会武功的金庸 仍然被大家尊称为金大侠 然而在金大侠 九十四年的璀璨人生中 武侠只是众多明亮心性中的一科 对他而言 他还有许多 比如说极其重要的情感业缘 理想和抱负 感谢收看今天的凤凰大视野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感谢观看